有刘女士吗 你好主持人 我是小白的妈妈 我今天来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郑辉 我今天就不要太急了 第二件就是今生的小孩 拿我们家的三十万 还跟我妈妈 什么怎么回事 你这还要一点也不听话 都给你养大了你说你啊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你说 大姐你说一下你的要求 我也没什么要求 你说现在来说双修的钱 说你的孙嫂我们当时商量 各家出一半 他拿三十万我拿五十万 我也同意了 但是到财里前嘛你说 拿五十万你说五十万算多吗 我根本我就觉得不多 你五十万准备怎么做啊 怎么用啊 你说怕俩结婚啊 生小孩啊什么的 我该能贴 你说有什么我还能帮着 还有什么要求吗 那你说你这些 新手续啊 什么战戒啊 你怎么贴这一颗来一上吧 这些东西 是一定要吗 是唯一的条件吗 你说要还是不要 我感觉就是说 我就是没看好他 你是因为没有看好他 所以才说这些条件 但是看好你要这些条件 我没看好他 你才要这些条件 我就没看好这条件 我们真就是两个地方的人 你就是他俩站在一起 你怎么看怎么不得的 你说我们大连人个都高 他你说还有三块豆腐高 你说怎么看怎么不得的 三块豆腐高 结果我跟他站这一串都搞不得的 妈呀别说了 妈呀 你还真的真的很好 还有什么地方 哎呀这抠我你都不知道了 我第一次上我们家来啊 拿了四个苹果 两个香蕉的 啊 我都让他来了 你说啊 我正在想 你说随时也上不了了 你说不带点什么 差不多点东西啊 这个婚姻我就是看不好 你说将来 两地的风俗 奇怪什么的 你说他家还跟我说什么 啊 今天主席是白天拜 不是白天拜 对 杭州都是这样的 杭州全是晚上拜 那晚上拜在我们大连 那就是二婚 对对对对 既然在大连拜那你什么都愿意拼我的 呃 除了这个之外 那房子买到哪了 买到我们家呢 那装修这事儿是有分歧是吧 对 他俩要整个花了胡哨的那些东西 我根本就看不上 我要求就是很很那种古典一点 那你说结了婚了 啊 过两年看不好了 咱再重新装吧 再拉出暂时再装吧 那你不出你干嘛要装成你的那种东西 有些东西我不去看法官 那我当妈的你说我能不管吗 呃 那您今天来是准备把他扯回去了是吧 我今天我就不同意 再一个今生 你赶紧把那三十万给我拿回来 那鞋已经不禁被他带走了是吧 他带走了 要不我们过年就丧修了 他就跑了 完了前两天还发了个朋友圈 什么猛着一个女的 你现在不知道 看我都瘦了吗 知道了吗 接受了 我把他设备证压在我这 所以我今天就在陪着他来 那你稍微歇好啊 呃 你再看看啊 我跟您女儿再聊会儿 好吧 据你诗诗里面对这个男的了解 你觉得他这次不辞而别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答应不了我妈的条件 本身条件就不是很好吧 你现在看这个条件 他就是看我写这个户 我看他这个男朋友跟他 跟他妈之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化解 你看第一次去见他妈妈 四个苹果两个香蕉 那是去看大母娘吗 那姐姐就是去动物园看红好吗 但是一点都不上心 他妈妈生气是应该的 其实咱们两个还没到草莫论家 咱俩不是说肯定成了 你好不好坏 你根本就不用心了 你根本就不用心了 我是娶你 我娶你女儿 还是我娶你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你身上 第一 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母亲特别看住第一次见面 对方拿出来都是些什么东西吗 第二 你男朋友的朋友圈子有女孩的这件事情 我可以想象 男朋友是在给你的母亲对 有点稚气 对吧 你要这个我票这个 然后甚至于拿走你三十万 就是问我欺女母子呢 这样说没事谁信呢 十八九回浙江 人家长着一个什么样女孩 不但不要一分钱彩礼 人家还有一大笔赔价 这样的话那不就真幸福了吗 我觉得这男孩根本不会回来 那三十万 他就是直接来的那边结婚去了 有图也未必是真相 朋友有的时候这样的亲密动作也可能是有的 这是一个快要结婚的人 而且丈母娘还整天挑策 他还在这没事找事 这不成心就不想结了吗 一定是 我就想赶金结铁分 可是你想如果笨的话直接说分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还故意又没说分 还要晒出这样那个不清不楚的这张照片 明明的就是气 气人 气他未来的丈母娘 从这个结婚的诚意上来说 我认为双方都是有诚 但是关键是现在两方因为沟通的问题在斗气 我感觉好像这整个事就是你的未婚夫跟你 妈妈这间那场战场你好像置身其外一样 但是我也愁 我觉得你要结婚了 你听一下就发来了 结婚我这些朋友看 都刚刚要结婚了 然后你发一张这个这个照片 你让我看 那你还结婚结婚 那你还结婚结婚 那我刚才那个我就不结了 那我就走了 真的啊 真的 对你说的啊 对你说的 出生在大连的小白 可来自杭州的金城 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天堂的纯夫妻 然而 就在年前 金城突然带着三十万元的新房装修款 回了杭州 不久 又在朋友圈 闪出和其他女孩的亲密合影 今天小白来到现场 希望金城回来 完成儿人的婚礼 而坐在第二线上的母亲刘女士 只要求金城回还三十万 离开女儿 金城拿走这一款 晒合影 想象着这场百大婚礼 还是一模隐情 她今天会来现场 接受未婚妻小白的杠杆 关于是个问题 如果今天男朋友没来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把这三十万拿回来 找不着啊 你报警吗 为什么不报呢 我觉得她不能学 如果她要是今天来了 说 我真的有别的女生 照片你那女生 我真的真的会不行 你怎么办 我前腰回来 走刚发送 那如果她说 我真没这么多钱 你妈行的条件 我答应不及 我接不起这个婚礼 我娶不起你 所以我才走 接下来你得不及 你跟我既然回来了 给我的态度告诉你 简单假婚 你还要不及 那你妈也不愿意啊 怎么办呢 我肯定 我想办法 我走完了 自己走上别人家 我也要跟她走 你失奔呢 你说你要是真的失奔嘛 那你跟这个男生 今天的行业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你们现在发现了吧 他们的想法 要么就是逃避 或面对 逃 是吧 要么就是跟你对着来 就没有点智慧 就没有一点 射身处地 为别人着想 别人的感受 来来来我们一起告诉我 5 4 3 2 1 请按键 1 2 1 1 2 2 1 2 1 1 2 1 1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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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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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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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跟她的小白跟我结婚啊 我只是想要妈妈着急一下 就不会问我要这么多钱了 我只是担心 我叫你回来你怎么不回来 好 等等等等再等 我要跟你去你怎么不让我去 你上现在的后果有多严重啊 你怎么不来这些 你又不想话呢 我妈不就因为你说你这样 那个什么话啊 来来来来来来 听什么啊 我救不了你 来你自己说吧 来 把第二个心肠打开 来一号 你这小娘 你跑哪去了你 你还敢回来你 那钱呢 钱在我这 钱在你那在哪呢 我没有把钱带好 在家里 你说钱在哪 钱在家里 大连那个新家里面 在小白的球鞋里面 球鞋里面 存折嘛 30万存折在球鞋里面 你怕我过年可以愣啊 你说你一天到晚 你怎么这么样 谁能看好你 你说主持人 你说谁能看好他 你说我要投一个会 我真的就不给他当妈了 我 贴死我了简直似的 有什么事 你能坐下来跟我讲 妈妈讲也行 你说你先跑就跑了 你真是的 娘 你怎么了 你什么呀 我 我 我